圣上请看 这是一张写有字迹的纸张 出自同一人之手 我们现在把纸张进入水中 看看会怎样 诸位大人请看 纸张进入水中之后 有怎样的变化 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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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是一张整纸 怎么放在清水里泡 成碎片了 是 父皇 菊儿已经明白了其中原委的 果然是手段高明 做得十分巧妙 这张纸原是被剪裁过的 是由许多小碎纸片拼贴而成的 这些小碎纸片上原写有字 经过拼贴烘干 复原后便成一封信了 启禀圣上 如此这般 史文俊叛国通敌的物证就做成了 那么我与他串供的罪证也做成了 薛大人 吴苗水 你干的好事 你欺君网上罪大恶极陷害中良 陷阙造成了一桩大大的冤案 你该当何罪 圣上 来啊 把这狗东西抓起来推出去斩了 圣上 圣上 圣上饶命啊 圣上 这绝非我无苗水所为 圣上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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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干的 圣上 圣上 圈爱天 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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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文伪造的书信都是薛大人给我的 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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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的 圣上 圣上 圣ero 圣上 薛大人 圣上 圣上 薛大人 薛兄 誓仪之子 你就不要再硬撑了 赶快 向圣上求饶吧 圣上 圣上 薛大人如朝为观计十年 为大宋江山 偶心力学科技奉公 朝朕中享有威望 忠口皆碑 眼下 一时为了骨肉亲情 主成大错 犯有重罪 圣上 看在他 以往的功绩 和多年的君臣分上 求圣上 饶恕他这回吧 来人哪 在 将薛庭松拿下 押紧大牢听后发落 是 老爷 总算出来了 石大人 我在这儿待了大半辈子 你还是第一个 从我们这个 天字号大牢里走出来的 这回喜缘除狱 多亏宋大人相助啊 我石某为大宋朝廷立战功无数 这次是受小人诬陷入狱 何罪之有 无人可谢 哦 哦 这不是薛大人吗 你看这大牢里 地牢的宋词早就出去了 我也从这天字号的牢房里走了出来 可不知薛大人什么时候才能从这人字号的大牢里出去啊 哦 哦 对了 看来你得踏踏实实地待些日子了 哦 哦 哈哈哈哈 你 岳父大人 我是您的女婿 岳父蒙难我来看你 乃是做人的本分 你现在是圣上的座上宾 我薛卯是牢中的罪人 你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情意和言 你到这儿来 是想看我薛某狱中的倒霉相 看我的笑话 是不是 走开 岳父大人 走开 岳父大人 小旭 有几句心里话 跟岳父大人说说 昨夜小旭 心绪繁杂 一夜没睡 细想史文俊一案 只是三位当朝大员 先后浪当入狱 朝野争斗 街头巷尾 飞翼颇多 可岳父大人 深究起来 可以不必闹到这个地步 甚至可以不必发声 那史文俊虽是草莽之辈 设想岳父大人 如果当初跟他仔细商量 说明小凤的身世 说出他是您的亲生女儿 或许史文俊 能让小凤回到您的身边 这样的